中国人现在到了菲律宾 不管是你去经商或者你去旅游 现在都要高度戒备 因为现在传出来说 菲律宾居然有一个黑色产业链 这个黑色产业链专门针对中国人 我要把你绑架 我要把你勒书搬带 我绑架你以后 拿到赎金之后 我还会把你给杀害 现在就有一个明显的案例 这两个是中国医药界的高管 他们两个人同时到了菲律宾去办公 可是没有想到 刚刚下飞机没有多久 就被钉上 钉上了以后就被抓了起来 抓了起来以后 其中有一个家属 已经付了赎金了 结果没有想到 就在你已经付了赎金的状况下 现在也确认 两个人都被杀害 所以现在刚才讲到 新华社旗下有一个 对牛弹琴里面就讲 现在如果你认识的人 你要到菲律宾去 要接有一个商务的邀请 你要非常当心 这就是一个绑票的圈道 也就是中国跟菲律宾 现在的关系真的非常的恶劣 真的非常的紧张吗 现在中国跟菲律宾的冲突 已经不是说 在南海上面 你喷我水墙 你撞我的船只 现在菲律宾也火了 火了怎么讲 我们看到了 在世界日报里面 就有一个访问里面提到 中国海警法生效了以后 它禁止菲律宾的渔民 进到中国的海域捕鱼 就有激进的人士表示 如果中国伤害或扣押 一个菲律宾的渔民 他们就会绑架 十个中国人来还击 好 我们今天请到 六百宾的大方 首席的财经专家 黄磯 送您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战略专家 林玲辉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争媒体的人 邀慧珍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争媒体的人 林玉峰 大家好 第二位是讨厌市议员 黄敬平 大家平安 好 待会儿呢 资争媒体的人张雨萱 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所以是从 这个东西 中国人非常紧张 新华社底下的一个网站 叫做牛弹琴 你们还特别想到 如果你现在 你跟你的朋友 接到菲律宾 非常热忱的 商务邀请的时候 你要小心 是不是会中了圈套 因为现在就发现了 很多中国人到菲律宾 要去进行商务旅行 要去进行商务谈判 一进去就被盯上 盯上了以后 竟然就被绑票 绑票你说付钱就了事吗 没有 付完钱 竟然就把你给撕票了 抱歉 目前中国跟菲律宾的关系 真的是史上最差的一个时间 有这么恶劣 为什么这么恶劣 你看现在中国全民 在讨论什么 在讨论说 我们有两个中国人到菲律宾去 被绑架 然后被撕票 被杀掉了这个状况 所以现在新华社就直接警告 你最好不要去菲律宾 不要去菲律宾了 菲律宾能有多大的生意 他就直接跟你说 别去 他直接讲 现在中非关系这样糟糕 菲律宾能有多大的生意 这是新华社讲的 所以新华社意思就是 别去菲律宾 而且他直接讲 菲律宾是什么 唯邦不入 乱邦不居 所以中国现在 在讨论这个撕票案 而且现在把很多 过去的撕票案 绑架案都讲出来了 所以他们就直接说 你们在菲律宾 有一个绑架的 这个供应链 那你专门在绑我们中国人 所以你知道 他说甚至连付钱的 你还会召唤撕票 所以他们形容这叫 黑色产业链 对好 那中国的气氛是这样 那菲律宾的气氛是什么 我们在南海的 这个过程里面 你的船 不断来撞我们的 我们很多人受伤 那很多人受伤后 他就说 如果你们敢扣押一个 菲律宾的渔民的话 我们就绑架 十个中国人还击 所以你看 真的现在双方的气氛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在这个南海上面 刚刚讲的 你看到了四个 中国的渔船区 这个画面 我去包抄 一个菲律宾的船只 然后等我拿着狼牙棒 我拿着斧头 我送上去 甚至有一个人 他的手指头都被砍掉了 上次方讲的 你的荧幕也被砸碎 现在菲律宾人 看到这个东西 真的就火大了 所以现在有激进人士讲 你敢绑我一个 压我一个 我就绑十个环境 所以两国的气氛 如此之糟糕啊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真的 中国跟菲律宾 因为这整个 这个南海的这个氛围来说 变得这个气氛 相当相当的 这个紧张的这个状态 那这波的风暴 从哪来的 从这两个人 夏克福跟孙靖 两个人都是医疗单位的高管 两个人分出不同的公司 两个人同时 到达了这个菲律宾之后 没有想到 一下飞机就被盯上 一下飞机就被绑架 绑架我即使付了赎金 我照常被撕票 对 没错 事实上这两个人叫 一个叫夏克福 一个叫孙靖 夏克福其实他本身是中国籍 那他是这个 输售一个 润麦德的公司的这个高管 然后他在有一次的 这个展览会议上面 认识了孙靖 所以他们两个就有关系了 就有关一起做生意嘛 然后后来呢 这个孙靖就跟他说 这个我们现在在 在这个菲律宾认识一家 Murder的公司 那有一个 行销商叫李娜 那李娜他就说 他跟菲律宾总统非常熟 我们去做生意 一定没有问题的 对 所以他们就说 好 真的似乎是这样 于是他们两个就约好了之后 就抵达菲律宾 抵达这个马尼娜 就抵达马尼娜没多久之后 保洁姐 他们就人间蒸发了 下飞机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他们家族一直不断地 打电话给他们两个人 都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人的这个 他手机有接到 就后来接到的是谁 接到的是绑匪 就直接跟他说 我们现在已经抓到 这个下科府了 那你要交付这个赎金 他赎金就一开就是 2500万人民币 那你经过的任意这么多 那他们当然第一个时间 就已经报警了 报这个菲律宾 或是报这个中国的大使馆 去处理这件事 那因为呢 这个所谓赎金就说 你再不交赎金的话 我会把他失票 他们当然家属很担心 所以家属先交了 300万人民币给他 这也不少了耶 对 交了300万人民币 结果没想到 最后两个都被失票了 照样被失票 对 照样被失票 所以你看目前为止 因为这个孙靖呢 他是美国籍 所以现在 现在是FBI 还有中国警方 都已经在介入调查这件事 那这件事被渲染成 你看菲律宾滥杀 这个中国的这个公民 黑色产业链 下面的个亡魂的这个状况 而且刚刚讲呢 那只有单一事件 你可能还不觉得那么惊口 如果单一事件 新华社也不要讲说 鬼邦不入乱邦不屈 今晚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很多状况 现在整个微波上面 就很多的对话 说我有个朋友 去菲律宾考察 一落地就被绑架 交完赎金 照样被失票 他讲说这个菲律宾很多 你最好不要去 他说我当时付赎金的时候 刚刚讲 你付二三十万的人民币 还可以要命 还可以活 他说如果超过二三十万 就代表 他其实就没有要你活命 所以刚刚讲 他给你要两千多万 是本来就没有 让你活着回去的 对 宝姐 事实际上这个气氛很诡异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也很多台湾的商人 或是很多各国商人 都有被绑架过 但是绑架过通常 他们黑道都是 就把你放走了 就是大家也是 就是反正我们需要钱 回到的是钱 对 要的是钱 很少有这个失票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失票呢 保险我这样 这就是跟中国 跟菲律宾的关系很差 这些黑道反正我杀你 有些你看 有些黑道绑你来的时候 看到这个你们 在撞我们的船的时候 他当然也会气愤啊 所以我就说 这其实是一种 民族气氛的一个渲染 所以刚刚讲的 现在很多的媒体 就已经不说了 现在失票的信息 已经曝光了 现在刚刚讲的 这些为什么一直发生 这种绑架中国人 失票中国人 刚刚讲 真的跟中国 跟菲律宾 现在的紧张关系有关 对 没错 这是在去年10月 2023年10月的时候 有一个中国的征信商人 一家六口被绑架 如果被绑架之后呢 后来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们家里面来说 就是绑他们的人 现在已经被抓到了 是他们的司机伙同 其他人把他们六个绑架 后来全部都被失票 六个人全部都被失票 那问题 目前找到四具尸体 但是另外两个 应该也是完全 好可怕 没有可能会生谎的状况 另外你看 今年来的 6月2号的时候 有菲律宾 马尼拉附近的时候 两个菲律宾警察 骑着这个电动摩托车 然后拦截了一辆载 有三名中国人 还有一名马来西亚人的 这个豪车 然后就把他们拖上车 警察 然后就把他们拖上车 拖上车之后 要他们的支付钱 后来付了 后来付了31万人民币 才能够走 这是警察抓他们 是警察 所以你要说 为什么人家就说 菲律宾有所谓 黑色的产业链 我们以前常常 有句笑话就是说 全世界的警察 最快抵达案发现场的是谁 是菲律宾警察 因为他就在现场 因为他就在现场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那个恶习 当然目前为止 菲律宾还有部分 是这个样子 可是你看他们 现在下手的目标都是谁 都是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 我下手你刚刚好而已 我们民族仇恶 我刚刚好下 所以刚刚讲的 现在这个绑架很多的 所谓的主使者 真正控制的人 对 都是菲律宾的警察 对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菲律宾有要做什么 他们就说 我们为了改善这个 中国人被绑架的这个状况 他们还派 这个菲律宾的警察 到中国去学习 甚至还学中文 就希望说 我们以后来这个 改善被中国的关系 如果处理中国的事情的话 可以处理得比较快 但没有办法吧 他们目前为止 就是整个中国 因为菲律宾的民族情感 真的是降到冰点的一个状况 好 与伯 刚刚新华社特别提醒 他的这个国民 中国人 你现在到菲律宾去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说 别人说我跟你商务谈判 菲律宾这样的国家 哪有什么样的需要你去的 为邦不入 乱邦不屈 现在菲律宾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而且刚刚讲的 这里面居然有一个 黑色产业链 你只要进到了菲律宾 你就人间蒸发 你就算付了赎金 我还是会把你给撕票 对 现在来讲说 菲律宾这黑色产业链 已经成型了 现在来说的话 他都给你一个商务的邀请 或者是旅游的邀请 但是你到那个地方之后 你就有车子来接 然后呢 这种车都是蛮高级的车 那种箱形车 Alpha LM那种 然后呢 你上了他的车之后呢 你就人就不见了 就完了 对 有些人后来被救回 他是说呢 你看越来越拼命 越来越拼命 所以当你觉得不对的时候呢 前面都假装听不懂 然后当你不对的时候呢 旁边两个面包车 就把你夹走 然后呢 就带走了 然后带走之后呢 其实黑色产业链 你要讲 三个重要的一个点 什么呀 三个重要点 你是中国人 一定有中国人在里面 不然你怎么知道说 你的行程 你怎么知道你的助理 要帮你安排哪个班店 安排哪个班机 再来的话 一定是跟他们的军警 有关系的 对 所以呢 在这东西 三个串在一起之后呢 当你被带走之后呢 军警恐怕对你就 非常的不客气 甚至会拍你的照片 凝虐的照片 或是你录一个语音 让你去跟你 你的家人讲说 你先打点钱 你不打点钱 我连一口饭 连一杯水都没得喝 然后呢 这些军警 把他们带走之后呢 你很难想象说 你会遇到 什么样的一个待遇 这个时候 你在中国大陆 或者是我们台湾的人 你要想尽办法去营救 其实非常非常的困难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 细节慢慢出来 就是这个夏克福跟孙靖 两个人 刚刚讲 是被这个绑匪 是抄什么口音 是抄福建的口音 抄福建口音的绑匪 居然在马力拉 把他们两个带走 而且他们两个生前 是遭受过严重虐待的 因为其实在当地来讲的话 你要是跟他有纠纷 你要的钱 大概就是几十万 几十万的台币 甚至一百万左右的台币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只是要来 额你的钱 我大概不会对你做成什么样 太大的一个伤害 那我收了钱之后呢 你也会就算了 那超过一百万以上的话 你可能会去报警 可是像是孙靖他这一种 一要就是两千五百万人民币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这产业链里面 太多的人来帮忙了 所以大家都要分 海关人员 军警人员 还有你这个中国人 当地的这个内印 大家都要分的话 当你金额太大的话 你大概命就没了 为什么呢 放你回去 两国都要来追究 那倒不如就不放你回去 所以呢 从第一时间 当有人去跟你邀请 在商务邀约 或者是观光行程的时候呢 你不要轻易的上别人的车 你上别人车 你恐怕就得 走上了一个黄泉路 就算你有能力 就算你有实力 你去当地找到他们的军警 没办法 因为对面恐怕 也是军警 所以呢 以他们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不会理你的 所以你上了他们的车 你大概就陷入了 这个黑色产业链的陷阱里面 对不对 最近我们看到 中飞的冲突都在南海 你射我水炮 我射你水炮 两边撞来撞去 不但撞来撞去 之前最严重的就是 四艘中国船 包围一个菲律宾船 然后冲上去干嘛 你用斧头 用狼牙棒 你用这个长棍 然后去打人家 把人家这个手指头都打断 就没有想到 这个情绪 这个愤怒的情绪 这个对立的情绪 竟然已经到了 菲律宾国内里面 特别强调 如果你跟你认识的朋友 接到菲律宾人 热烈的商务邀请 要非常担心 这个是一个绑票圈套 而底下 世界日报还有一个访问 就是说 现在中国海警法 生效了以后 禁止菲律宾的渔民 进入中国的海域里面捕鱼 如果就有激进的人士表示 如果中国人伤害跟扣押 一个菲律宾的渔民 他们就会绑架 十个中国人来还击 双方的关系 有这么的紧张 是的 南海非常紧张 也就是中飞之间 因为南海事件的冲突来讲的话 彼此已经 这个所谓拿刀子都出来 不是吧 你看到这件事情 其实从今年的三四月以来 中国驻菲律宾的领事馆 就大使馆底下还有领事馆 他们发布一个讯息 警告讯息 要求在菲律宾的中国人 开始清点人数 为什么要清点人数 清点人数 对 因为很有可能 就是说因为随时可会 爆发一个排华事件 那这时候来讲的话 其实新华社讲的东西 是没有做的 唯邦不入 为什么 因为现在菲律宾内部的情绪 快炸锅了 那个炸锅的情绪就是从 你看还竟然跟 菲律宾有这么不爽 给断手指 你这个断指的概念是什么 这不跟黑帮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那两边来讲的话 所以董事长 我们再看这个画面 那个中飞的冲突 已经不是只有在这个南海上面 不是在那边你撞我 我撞你 是整个情绪 已经在菲律宾扩散开来 是 而且回溯到什么时候 2016年那时候杜特地上台 采取亲中政策的时候 这时候中国有很多移民 又跑到菲律宾 其实在菲律宾内部有老乔 还有所谓的新的移民过来 但是这些新的移民过来之后 感觉好像仗着这个杜特地 在造他们的样子 耀武扬威的也是 然后很多的 是掌握他们的经济命脉 所以其实现在又换成 小马可寺在执政的时候 这种情绪慢慢的又回来了 也就是说现在来讲 中国已经意识到一种状况了 我今天在 当然中国在南海不能让 菲律宾也不能让 但是这种情况之下 就引起两边的民族主义 那基本上在菲律宾 你只要再进入到 菲律宾的国境内来讲的话 就有可能遭受到危险了 所以这种绑架 或者是说可能在路上 不小心又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这种情况 都有可能在菲律宾层出不穷的 而且刚刚讲 他们现在对华人完全不熟 应该讲他们现在对中国人 完全不熟 刚刚讲 他说你现在进到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把你绑架 我觉得最恐怖的是 我就算给你钱 你也活不了 就没有用的 因为这个给钱这是基本款 重点是什么东西 重点因为你是华人 所以在菲律宾来讲 他们心态上都认为说 你是在掠夺我的东西 第一个掠夺是经济的概念 另外一个掠夺什么 就南海有了权利的部分 我刚刚讲了 菲律宾他整个海岸线非常非常长 他大部分的都是渔民 如果留在菲律宾能够讨生活的 基本上也都是渔民 那你一出去都到南海去 结果每天都被你中国海岸 在那边骚扰 或者被你抓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他们渔民会群情激愤 而且不要小看 小马可是他的家乡 他就是靠海的一个省份 靠渔民的 在吕宋岛的靠海的省份 所以他选票也是来自那里 那这些政府没有作为 或者是对这些华人 与放宽来讲的话 那这些政府也是会被什么 被民众骂的 所以其实在菲律宾内部来讲 他就有时候常常会认为说 你政府不够硬 硬不起来 然后事实上有时候叫施行正义 自己去考施行正义 就直接把华人抓了 或把华人这个起底了 这种情形在菲律宾内部 层出不穷 好 会成 因为看到了新华社 新华网旗下牛台 这一句话我觉得 充满了对菲律宾的一个不屑 怎么样的不屑 他说说得更直白一点 现在中非的关系 这样糟糕 菲律宾能有多大的生意 菲律宾你就是一个从而小国 你有多大的生意 根本不值得我去那边 可你讲说现在东南亚 已经非无瑕盟了 东南亚 越南 包括马来西亚 包括泰国 现在很多的资金 就像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 钱都已经进来了 人才也进来了 而且我们也讲 这些国家 现在不但得到日本的支持 也得到台湾的支持 已经不太一样了 华杰哥 你看到这个画面 你会以为这在哪里 在哪里 像不像上海 对不对 像不像新加坡 他在菲律宾 这是菲律宾 菲律宾 马卡地 真的是他们16大的 一个金融中心之一 这个实在是 连我都吓到了 真的 看起来就非常漂亮 看起来真的是会有 让人家觉得 是一个金融大国的感觉 其实这就是现在菲律宾 那你要知道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量能 可以有这样金融中心的一种 不管是他的一个 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进来 这代表着 很多的外资已经进来了 所以他才有办法撑起 这样子的一个量能 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菲律宾其实跟以前那种什么 大家认为当中 好像比较制造 好像比较 已经完全不一样 脱胎换股 那同样脱胎换股的 还有哪里 我们之前讲说 现在很多日本的资金 已经进去了 日本人的这个工业 已经进去了 你当时这样讲 就没有想到 他的购物店 他的整个营业 完全都引起来了 对 他们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他们菲律宾的信义区 事实上一个国家 要真正开始 整个经济大好 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他中产阶级富起来 因为他只有中产阶级 富起来之后 他才可以带动他的房地产 才可以带动他的汽车消费 甚至是奢侈品的消费 现在不管是菲律宾 还是越南 现在都已经步入到 成长的下一个阶段 什么阶段呢 就是中产阶级的崛起 好 那另外就是商业周刊 特别讲一个脑力新越南 中央时报 商业周刊花了很大的篇幅 到了越南 去这个所谓的讨论 去这个采访 刚才讲 越南也非无下阿蒙了 是 事实上我们台湾 那个不知名师好漂亮 很漂亮 而且我跟你讲 他们现在其实呢 有一个地方 甚至有所什么 小韩国村啊 小日本村到处都有 为什么 因为过去这一二十年来 他们原本都是靠制造业 但是就是和我们刚讲的 当你的国家靠制造业 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金融业就进来了 IT产业就进来了 甚至连半导体产业都进来了 那你知道吗 越南现在急剧所有的 一个发展条件 什么发展条件 第一个 他们三十岁以下年轻人 赞总人口数67% 所以年轻人多 第二件事情 他们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还满高 至少都高中毕业 而且越来越多的是大学毕业 所以当你年轻人多 受教育程度高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国家的脑框就越来越多 这是胡志明市 他的天际线这么漂亮 而且我跟你讲 他们之前有一段时间 有什么韩国村 因为真的太多年轻人 就喜欢把自己弄得很像那种 他们很迷韩国 所以对于化妆各方面 连医美都学韩国 三星从中国离开了以后 三星对大举去哪里 三星最大举的就是去了越南 而且他们三星还提供 他们的员工 干嘛 你是免费可以学习越南化的 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整个越南 尤其是胡志明市 我之前去胡志明的时候 我其实有点吓到 因为他们有一个叫AB洞 就是他们也就是我们 类似信义区的 那个销分很高 一杯珍珠奶茶是100多块台币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而且他们有一个 就是空中天际线的那种 空中的一个酒吧 也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光这个情况你就知道 他们中产阶级真的就富起来 他们甚至说过去这一段时间 短短一两年十年 他们的房地产竟然也涨了一倍 所以他们就说 我们现在有所谓的 胡志明的天母区 胡志明的新义区 你就知道他们现在完全不一样 人家甚至说 现在你看胡志明的很多的夜景 看起来像哪里 就真的是像东方明珠的上海 甚至连他们城市规划 他们有说他们的西贡河以西 也是比较传统 就是以前的浦西区 这个上海的浦西区 但是西贡河以东呢 有个地方叫守天 这个地方就完全根本就是 像是上海的陆家嘴 所以也就是代表着 胡志明的一个西贡河以东 也是他们的一个新兴区 而这个部分事实上 也是很多就外资 包括半导体产业 包括NVIDIA 都要去布局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就是胡志明这边 越南这边的中产阶级已经崛起了 我们都知道现在贝罗巨峰 正在加勒比海肆虐 他讲的他整个路径都造成 几大一个伤害 我们的邦昭国圣文森 我们看到现在在多名家对于海地 特别是你现在看的画片 雅麦家很多的画面都已经出来了 根本就是吹枯拉朽 根本就是经过的地方 满目苍蝇 几乎都被夷为平地了 保莱哥这个根本就是忽有旁郎 大户爬山倒树而来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包括我们的友邦圣文森 甚至多名家 但是到现在的雅麦家 全部被他碾过之后 无一幸存 完全被肆虐殆尽 而且重点是什么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挣过一个 两个 三个 已经非常多快落地 那保莉哥请问一下 他的威力有减弱吗 没有减弱吗 对 他现在还是四级飓风 所以代表说这个状况下 现在最担心的是谁 因为雅麦家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戚风苦雨的画面 包括你一个人不知道 这也是雅麦家现在的画面 他现在风抢宇宙到这个程度 对没有错 包括你刚才看到那什么 那是电线杆 电线杆 电线完全被吹断 甚至是火花士气 而你有没有看到 整个树木变得像小草一样 随风摇摆 因为完全难抵 他这个非常高达时速 甚至是两百公里的急风 就把他们弄得 完全是一塌糊涂的 而且他现在直奔哪里而来 直奔雅麦家过后 还要往墨西哥前去 他往墨西哥过去了 所以现在全部如临大点 我们来看到雅麦家 被他经历肆虐之后呢 有多惨 包括总理讲说什么 我宣布整个雅麦家 接下来全部七天之内 他说全部都是灾区 整个雅麦家无一幸免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最大风速高达两百周 吹过之后会变什么 就跟你现在看到了 屋顶也被吹翻 完全的就连船只呢 都直接撞击在路边 屋顶整个被吹翻 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是 那个电线杆 连那个电线杆都起火了 对 电线杆被吹到 连火花四射火花四起 所以你想想看 在暴雨中 然后在狂风当中 根本已经看不出景象 然后还吹断 所以这会导致什么 大停电 他们整个区域全部呢 都已经大停电 都发生很严重的停电 甚至是有记者 非常大胆 这是哪来的记者 FOX的记者 FOX记者他说什么 我就带你来到 雅麦家的海边看 结果你知道吗 他就站在海边 各位你看哦 结果你知道 全程完全听不到 这个记者在讲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风太大了 整个麦克风都出 呜呜呜呜呜呜 都是这种风声 然后站都站不住 必须要用半段的姿态 而且整个雨 不断地在拍打 不断地吹 所以他们讲 太危险了 他每次站在那干什么 这做效果 这记者最喜欢 做效果 那带你体验说 现场的风雨 有多么强劲嘛 所以你知道 这雅麦在这种 肆虐的状况下 更可怕的是什么 更可怕的是 灾后的景象 因为他们就把 这个Flat Bridge 就雅麦家一座桥呢 来做一个前后上的对比 原本呢 这是我们讲 这桥没有了 这是之前的桥 之前的桥 这桥没有了 就之后变了 完全没有桥 直接全部都变吹片了 而且甚至更可怕的是什么 港口 因为像我当过海巡 我就知道 港口在发生这种台风的时候 最可怕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它的浪涌呢 以及它的潮汐呢 会变得非常严重 所以你如果在港口边 你会听到 因为每一艘 船在互相撞击 对 互相撞击 而且各位 你不要以为说 他们没有绑好 其实他们是绑好 等于是绑好之后 这个浪涌过来之后 全部台数互相撞击 甚至是呢 我们本来讲 美国的这个NOMA 还为了要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到底有多可怕 他派了五人船 无论船呢 就到了我们讲 贝罗附近的这个近海 就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看到那个浪涌的多夸张 对 你知道那个最高 这个是船上的镜头 看到那个海涌的这个状况 对 而且你有没有仔细看 这个镜头像什么 像做云霄飞车一样 左摇又晃 而且他们说最高的巨浪 他们观测到的 高达七公尺 各位 七公尺都可以叫做小海啸 所以你看看 这个是他们的岸边 这个还算是垂直 这种我们讲陡峭的这种岩壁 结果没有像浪 拍啊拍 拍啊拍 有没有看到 那个整个浪涌到 整个完全已经到了顶端 等于是拍到的时候 你是知道他力道有多大 而且现在贝罗恐怖的是说 他经过这么多陆地 他的这个威力并没有被破坏 他现在还维持在四级飓风里面 然后跟他讲 他现在要我们墨西哥去了 他要往格瑞纳达去了 你们看 他在经过格瑞纳达的时候 根本就是把他抹平了 对 所以当贝罗飓风 经过的所有地方之后 各位我们讲灾后的景象 那有如战火侵袭过一半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像格瑞纳达是这个我们讲 最先遭到这个灾情重创的 你看这是他的港口 这是原本他 你看有房屋啊 绿草 如荫啊 甚至还有农田啊 一片那个我们讲的 非常漂亮的景象 结果没有想到 台风过后变成是什么 完全光秃秃的一片 你不讲你还以为说 他是不是被急速弹打中了 完全看不出来 到底建筑物在哪里 房子在哪里 农田也不见了 反正很少过去之后 他们就讲了 完全只剩一片荒凉 就代表说原本在地表上 拥有的建筑物都被摧毁了 所以你想想看 当他经过格林纳达 当他经过亚马甲 而现在直播墨西哥而来 墨西哥会有多紧张 因为在墨西哥中间 还有一个叫开曼群岛的地方 现在他们全部的人员 都在做什么 敦克尔克大撤退 你看比如说我们讲 这是专有平台 专有平台是在 他刚好是放在近海 近海 墨西哥 外海的地方 包括这个壳牌 包括这个英国 他们在做什么 疏散非必要员工 换言之 除了说维持这个平台 他能够基本的盈喻 他能够维持的状况下 我所有员工 大量的往这边去撤离 他就吓死了 吓死了吗 因为我如果整个清洗过后 他会产生的状况是什么 他会产生的状况是 就算我今天这个平台 可能会毁损 所以这代表 他们对于这个贝罗飓风 所预计可能造成的 破坏力跟影响力 不敢低估嘛 所以我人命不可以丢 我至少人先撤离 那财产损失 那我也只能认栽了 好 宜逢 刚刚讲的时候 你现在一个贝罗台风 已经在加勒比海 造成极大的一个肆虐 跟现在恐怖在哪里 你不用飓风 你不用四级飓风 你光是一个热带气泉 你可能会造成一个 极大的一个伤害 现在就看到了印度 印度刚刚讲就是一个暴雨 印度这个暴雨 已经造成六个人死亡 而且你倒不懂 你看画面 根本就是滚滚洪流 挡都挡不住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在印度末加拉地方 这暴雨引发洪水 这个画面在哪里 这个画面其实在印度的一个邦 在这个邦呢 其实它的基础建设本来就不好了 所以呢 很多这种货车卡车 它走的路 其实就是乱乱乱乱 那因为下雨的关系的话 你看越来越可怕的情况之下 它还是得要运输 还是要补给 所以硬走 硬走的情况之下呢 竟然就是整个马路就不见了 所以这台车就是整个下去 而且这滑坡下去 上面有人吗 赶快跳下来了 滑坡下去的话就是几百公尺 然后这个只是刚好拍到 他们说现在来说 因为暴雨一直下 到它的直批上面的话 这个含水都没有办法继续含氧水量 所以呢 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这样子 每台每天都有这样子的状况 它的道路品质已经不好了 然后滴机会被挖空 然后一台车一台车 就这样轨下去 对 而且呢 它是非常非常多辆车好 那这个人员呢 是幸好有救回来 但是呢 你来看这个地方 在这个孟买这个地方 避暑胜地 这个瀑布 是就像是以前的包装长西一样 他知不知道这个水 淹起来了 知道 可是呢 来不及逃 来不及逃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在这个小石头上面 抱团取暖 就想说反正我们一个拉一个 看能不能挡住 可是呢 由于雨一直下 然后上面的洪水一直下来的时候 最后就跑掉了 最后就直接被冲走了 所以呢 抱团取暖有没有用 没有用 然后呢 在滚果洪流里面 大家还试图想要丢东西 去把它们给救起来 没有办法 因为冲下去之后呢 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 冲下去之后呢 你在下游 终于有人把它给拉下来 拉下来的话 只救出了两个人 所以其他的人就不见了 那你不见之后 你现在想 有可能救回来吗 其实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水还继续的往下冲 雨还继续下下去 所以呢 你现在找不到它 恐怕接下来永远都找不到了 而且现在可怕的是 整个地球 我们现在讲是水火共同肆虐 现在加州 之前不是讲吗 加州已经努力去控制它的山火 可是你没有办法 真的太热了 热了以后 现在加州的山火 刚刚讲 已经一万三千人开始疏散了 你看这个画面 太可怕了 这个画面是晚上拍的 可是呢 烧到天空都亮了起来 而且这种亮法是哪 是橘红色的亮法 它这种山火啊 它是同一时间 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一起就烧起来 所以呢 你有没有办法控制它 你没办法控制它 所以呢 它在一瞬间之后 烧起来之后呢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救它 那消防队员 找来了这些救火的直升机 去扑灭这些火势 问题是飞水车星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 因为它的风 持续在吹 对 更可怕的是 你风持续在吹 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 当你原本是预估 它要往东边来走的时候呢 你先用水把弄一条水线 希望可以让它局限 结果风一吹 它马上变成西边 所以呢 很多人自己以为说 哎呀我不用担心 反正我家在西边 那你往东边吹的话 我还有时间收拾细软 结果一瞬间 一秒啪 风势一转变的话 整个火势就带过去 带过去的话 所以说我这个防火墙 我的水线 我要怎么铺设都来不及 对 你永远无法去应变 永远无法去预测说 这个火要怎么走 所以呢 你把这个围起来之后呢 它反正一转身 你根本就拿它没辙 然后呢 从晚上烧到了白天 从白天又烧到了黑夜 所有的人 对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说现在来讲 这个山火是零受控 不受控的 你没有办法 你面积太大 而且它是多点的山火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去掌握它 只能叫这些 有区域里面的人 快点逃